你好,我是David,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我從B&H拿到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B&H的箱子,B&H呢,是一個紐約蠻久的一個電機公司 他們是專門賣一些電機用品啊,通常就是比較有名的是攝影的器材 然後呢,我今天是從B&H買到一個Canon的EOS R 然後呢,有它Lens Adapter,一個袋子,還有一個螢幕的保護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到底有什麼 我剛剛呢,是已經用英文打開過一次,所以我就快速放回去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非常新的,但是呢,它有一個更新的叫做EOS RP RP呢,我們可以去想說是比較低沉一點的,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倒是跟RP有什麼差別 但基本上大部分就是,就是Canon第一次Full Frame Mirrorless 就是沒有鏡頭收,所以你攝影的時候不會有一個,呃,那個Mirror 就是鏡子在那邊打來打去 所以呢,通常你照相的時候呢,有Full Frame的,就是全部Frame的時候 就按一下就有這樣叮的聲音 這個呢,就比較不會有,它有一個Silent Mode 但是呢,是Canon第一次出來這樣子的 好,我有說明書 電池,那個充電的,這個線和線的保護,保護器材 這電池,打開來一個膜 它有一個鏡頭的袋子 這個呢,是脖子的線和一個,這個是鏡頭框 之後又有一層 然後是這個,它新出來的24-105mm的那個鏡頭 還有一個,它的相機,新相機 好,我們來看一下,最細看一下它有什麼 然後呢,它這個Mile Adapter,是因為如果你有 它的電子的鏡頭和它的,比較舊型叫EF的話 它也可以直接接受 因為呢,它新的Mirrorless呢 那個Lens的鏡頭會比舊的更近 所以它可以用這個,然後你所有舊的都可以用 就跟舊的EOS,比如說5D4啊 或者是6D,或6D Mark II的鏡頭 它都可以用這個來補充 然後呢,因為是Mirrorless 所以呢,它會比較快一點 我說的快,只是說 那個,鏡頭會感覺上都一樣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,如果,你有一些 呃,舊的機器 但是你是,大概 進來5年到10年的話 你用這個的話 你就直接換成EOS R的話 你大部分的鏡頭都可以繼續用 好,我們來看一下的這些 Close-up和舊什麼差別 你在別的網站通常都可以看到review 所以我這個不是review 我只是給你看一下 我最近拿到什麼東西 然後呢,這些是因為放心啊 提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看起來比較好 好,謝謝